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普通话推广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不可以操之过急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在这个时候 这么折腾这普通话的推广呢 且听我细细道来 其实说好普通话有很多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说到我们自身 作为一个在社会上不断拼搏的人 那我们的成功展现在方方面面 现在社会对一个人气质的认可程度已经高于了容貌 而好的普通话和好的语言谈吐 将会极大的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从而改变整个生涯 但是现在有个从未前所未有的大山 阻碍了标准普通话传播给大众 那就是网络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 网络逐渐从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下沉 那互联网也如旧时王谢唐前夜飞入寻常百姓家 两威一端 让人都成为互联网媒介内容的生产者 近年来兴起的短视频平台让全民直播成为了可能 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播和主持人 互联网传媒产业迅速成为了新兴产业 那同时呢 这些新的产业也催生了新的劳动力 由于互联网传媒行业门槛低 参与内容产出的从业人员的普通话水平 也是参差不起 部分内容呢 是没有使用标准的普通话 一些不标准 甚至是可以扭曲普通话发音的现象 正成为了一种人类的风尚 那这类内容呢 在充斥网络环境的同时 这个对网络环境 乃至整个社会的语言环境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媒体作为引领社会的先导 广播 电视 互联网 手机终端等传播媒介 起着传递信息 沟通社会的作用 因此呢 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 具有示范效应 而社会因素呢 作为影响播音事业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环境 影响着播音员主持人 语言的表达与规范 对孩子的普通话学习 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那当前呢 社会整体语言生态 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作为播音专业从业人员 以及教师 探究出如何看清这类影响 并且针对性的做出调整 成为了互联解决的研究问题 那当前呢 对语言环境有所影响的 互联网内容主要有四个问题 以下呢 将对这些问题 进行一个深入的剖析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碎片化的语言问题 其实碎片化呢 因为完整的东西 破成了诸多的零块 可用于描述 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 一种形象性的说法 那在当前呢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便利性 人们在原本碎片化的时间中呢 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文字阅读 视频观看和学习 你看一方面呢 这种阅读学习碎片化 促使人们利用零散的时间 去高效的便捷的去获取所需 而另一方面呢 却不利于思维体系的建构 和逻辑能力的培养 思维的碎片化呢 重击了人们的表达能力 和语言规范意识 让他们存在着 难以进行完整表达的问题 即使表达 也不合普通话语用的规范 这类问题呢 同样在普通话教学中也存在 比如说 在这个命题说话环节当中 出现并句碎片化语言等问题 或者是使用盗装句等 不规范的表达 或者是文不对题 或者是不知所云 能够符合普通话应用规范的 是为数不多 能逻辑严密 语言生动的进行表达的 更是凤毛麟角 还有一个问题 就第二个问题 就是扭曲化语音问题 所谓扭曲化 实际上是对普通话的语音 与表达方式的一种 出于娱乐性目的的结构 那在日益娱乐化 通俗化和次元化的直播环境下 由于利益的驱使 或者是博出位的这么一个心理 一部分内容生产者 为了吸引更多的流量 对普通话进行扭曲和异化 将生产的内容变得更加娱乐化 比如说像活跃于 各大直播平台的黑猫警长 他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台词 让他瞬间是走红了网络 而这些内容 在满足大众神丑心理的同时 也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不仅使网络的语言环境受到了污化 而且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学习普通话 和对大众对普通话表达的审美 第三个问题 就是方言遗留复苏问题 在我国还没有迈入互联网时代前 官方的电台电视台作为大众传播的权威途径 成为了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阵地 他们的标准语音与规范用语 为我国基层普及普通话 提供了一个模板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广播电视是逐渐的衰落 而互联网短视频成为了主要的视听传播方式 互联网传媒行业门槛低 甚至说人人都可以产出内容 内容生产者的普通话水平有限 有部分方言的参与 而另一方面 方言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 可以增强听者的亲切感 加强说话者的感情表达色彩的力度 传播者为了内容 更具地方特色或者更具趣味性 直接以方言形式呈现该内容 这一问题虽然在传统媒体时代有所出现 但是国家广电总局曾经发出过通知 要求广播电视节目规范 使用通用语言文字 播音员主持人除节目特殊需要外 一律使用标准的普通话 这一乱象才得以制止 但是在互联网媒体的环境下 生产的内容纷繁复杂 监管难度很大 也逐渐引起了视听内容方言化的热潮 对普通话的教学和应用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由于现在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 都是往生时代的原住民 互联网媒体节目大量使用方言 也会对学生规范学习普通话 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四个问题就是网络流行语问题 语言文字进入网络之后 就被异化和符号化 异化本是属于哲学领域的专用名词 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 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 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用语音学的角度来看 异化是语流音变的一种 表现为两个及以上相似 或者相同的音连接起来 其中的一个音变得与另外一个音 不相似或者是不相同 当今网络流行语的盛行 就是语言异化的实力 网络流行语一般指产生 并且运用于网络交流的语言 大多是诞生于文艺作品 短视频还有新闻热点中 大部分并不符合普通话的规范用语要求 比如说像这种酱子 喜大普奔等等 严重影响了汉语的纯洁性 对网络环境也带来了不利影响 网络语言实际上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缩影 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 联系紧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流行语对现实生活中的语言运用 也是有所影响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语言 网络语言已经成为 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少年网民 热衷使用并且展示个性的语言工具 对普通话教学和推广 仍然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追根溯源 我们可以将上述问题分成三类 并且对症下药 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就是从业者素质问题类 这类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短视频等网络直播平台门槛低 收益高 但是门槛低收益高 又是吸引就业的重要因素 我们不能对这些方面进行限制 这将不利于市场就业和新媒体的产业发展 而随着大量的官方媒体 与融媒体形式 进入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平台 网络文娱作品的生产者出现了 国家指导型新媒体与个人商业机构类 新媒体三大群体 国家指导型新媒体单位 对内容生产者素质要求更高 所以我们需要加大对国家指导型新媒体 创新的投入和扶持 引导受众给予更多流量和关注度 使国家指导型新媒体凭借优质的内容 更多的粉丝量占据主导地位 从而网络宣传将出现更多高水平 高素质的内容生产者 同时刺激非官方媒体的内容创作者 提高素质 形成良性竞争 提高主播的自身素质 带来好的网络语言环境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就是内容娱乐过度化 面对网络内容生产者 我们还没有专门的针对性的机构进行限制 全靠平台的自觉 属于间接审查 应该设立直接管理机构 主要职责定为讲诚机构 而非审查机构 不限制发布 只追究作品 对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标准 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语言作品 温言在口 对低速化作品以及创作者大捧在手 进行经济上的惩罚 那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态度 既充分的认识网络用语 对丰富语言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也要看到其不规范 不健康的一面 对于其使用 同样既不能一棍子打死 也不能放人自留 应该按照网络语言的发展 然后趋利避害 加以正确指导 通过跨部门 跨行业的协作 净化语言生态 规范网络用语 第三 就是受众思维类问题 这类问题与内容创作无关 属于内容解读问题 在互联网中 由于受众文化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会出现作品理解偏差的现象 而对于思维的碎片化 也应该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引导青年学生形成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 充实自身知识储备 面对互联网中的巨量信息 像零存整取 以点待面 学会流畅完整的自我表达 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及批判性的思维 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 有幸能够享用互联网这块大蛋糕 但是同时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普通话教学以及推广 有利有弊 我们应该利用互联网的方便快捷等特点 在教学中推行信息化的翻转课堂模式 同时将一些优秀的语言文化节目 例如说每天的新闻联播 朗读者等 利用两位一端朋友圈等方式推送 引导鼓励青年学子的观看和学习 保持汉语普通话的纯洁性 提高对中华语言文字的审美能力 同时也希望大家莫愁折腾 在广阔的互联网海洋中 学习到最纯粹的标准普通话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